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爸不愛 爸爸喜歡坐在旁邊跟朋友喝酒聊天 然後奶奶就一個人坐在沙灘上 坐在沙灘邊上太陽 然後媽媽跑去游泳 然後爸爸就很生氣 爸爸就覺得 媽媽沒有顧好奶奶 就是他怎麼可以自己跑去游泳 他不應該這樣 然後 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爸就把我媽永遠燒了一個洞 在那個 私處的地方 爸爸有一小鋪 既然他不是肢體上 可能大家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他是一種暴力 他侵犯到個人的界線 可是 精神上的暴力是一件很難定義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那一次是 只要有暴力事件之後 你可能媽媽叫你趕快走開 或者回到房間 你的那時候的心情或者反應 就是說反應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寫日記 但是我不建議進行好過法 因為寫日記 你只會寫下你 陰暗的內涅 你會寫下你的仇恨 你會寫下 你一切的不好 我會選擇遺忘 來 紓壓 因為 如果要記得 你這個人就滾了 那麼多事情 那麼大的情書 沒有辦法收拾 我不知道 我真的 就是 我很依賴 我真的很依賴那個家 雖然說我很想離開他 可是 我就是要回家 其實我一定要回家 我過去很不幸 所以我未來也會很不幸 我覺得這樣是錯的 我過去的不幸 是過去 我未來也很燦爛 那如果是對 現在還是受暴走 就是現在面對暴力 你可以換個方法想 換個方式去想 這些問題 你要怎麼解決它 你要怎麼樣尋求你的援助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不管是誰 身不一定會有人要幫你 願意幫助你 只是你願不願意接受幫助 三個其實都是認識的人 然後 我覺得三個裡面 我看到的A跟C是比較堅強 會想到說他背後有那麼多東西 會覺得就是 很正經 對 因為平常看到的是跟我差不多 然後 對阿 然後會覺得自己就是弱阿 媽媽媽還會覺得自己是要家寶 就是看到他們已經受過這麼大的創傷之後 還可以這麼激進去面對人生 然後甚至是 就是有時候是用 既然是用談笑 跟我們講這些話 會覺得 就是會檢討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 不能說馬上就改變 比如說馬上就變溫柔的女兒 只是有時候做事會多想一些 然後會多感謝一些 會活得真的會比較快樂 然後會覺得自己會比較好 喔 等於好感情 ��서跟我們招待一下 才對小明星期間 有時候會想到居住 會不會 Spiel 心裡面有時候會想到居住 會不會再去看到 這是對小明星期間 要贏的女生 會不會再有另外一回 會不會再去那邊 會不會再去 跟 Str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